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将主要去看一下关于PiNetwork最近发出的一则公告 派到Fest回来了 派Fest是派到一个活动,派到节日,他回来了 那先锋和商家和购物者呢,再次去被号召 去庆祝啊,派到全球本地化商业中的应用 那这一次呢,他们去使用到先锋开发的PiOS应用程序来发现和链接 商家现在可以使用Map for Pi注册他们的商店 以便先锋购物者可以发现并访问他们 参与其中可以提升Pi的实际效用 并让本地企业能够将Pi整合到他们的运营当中 转到Pi的主页可以阅读更多关于Fest的指南 有关商家和先锋是如何参与的信息 那点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进入到他的博客当中 那在博客当中,他又详细的介绍了此次的一个活动 那么是2020年10月24日的星期四开始的 那么他会持续到2024年的11月5日星期二的时间 就说在整整的这么久的时间呢 可以去通过成员查找或者在本地的企业当中去使用Pi 那么促进Pi的一个使用流程或者使用规则 那下面还讲说他的一个运作模型 还有一个参观并去办理 还有一些发布啊 还有一些关于活动造势的一些东西啊 还有一些活动指南如何去注册 如何去打印二文码 如何去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啊 就和去年差不多嘛 那这里呢 这个我们就今天暂时不去讨论这个博客里面的详细内容 我们今天就先看一下他发布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们大家的一个反应 其实Pi呢他在这篇文章发布之前还发布了另外一个新闻啊 就是说啊 他让我们去更多的去接近于啊 使用到他0.5.0的版本 为Mainite呢做好准备 那这次的一个准备呢 他会实现有20多万个强大的节点的向右 那释放他的潜力 那你看这是24号的 还有这个就是今天发布的 这两个新闻呢 发布的比较接近啊 那由此可以看到呢 Pi呢他确实在这年底 时间他在频繁的发出一些利好的信息 不管你看到是节点也好 还是说我们的测试网2也好啊 都是为我们的主网开放去做出准备的 那另外呢 他也讲到说是这次的一个Pi的Fast嘛 PiFast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造势 主要造势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在广大的社区成员当中参与比较多的人还是普通的先锋 普通先锋他又不去做这个节点啊 也不会说是啊 我每天在这个测试网二当中晃来晃去给你做什么测试啊 主要就点点闪电 那如果他们能做能做什么 能做一些造势的事情吗 那造势的事情就比如说包括了啊 像Fast的这些啊 活动 那比如说去查查 哎地图上哪一商家可以用 那么他进去使用拍拍图片打打卡 然后在炉边论坛里面去发表发表 那这个势头啊 这个热度啊 就一下就吵起来了 是吧 所以呢 这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呢就是关于PiFast 他2020年要去做的一个内容 那很多人就讲说 哎 这个PiFast在这个当中啊 到底是作为一个什么去参与了 有的Pi的有是新加入的吗 其实这里面呢 Pi的项目方指定的呢 他是一个作为啊 我们商业化展示的一个作用啊 本地化商业企业的一个使用 而在网上你可以搜寻到呢 就是说他可能是对于一些活动的一个发展 那么通过常规的形式互动啊 例如说分享项目进度啊 还有举办一些比赛活动或者演讲等等的 PiFast主要是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那展示基于PiNetwork构建应用程序的项目 那同时呢 增强对PiNetwork以及他使用的理解 那在此活动中呢 参与者有机会学习互动 并且取其他的开发者和用户来分享经验 那这就关于他的整个的一个解释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像Pi这次PiFast的活动出来之后呢 也有一些加密货币的爱好者呢 对于他进行了报道 那比如说像Cream Market Cup里面 就有一则短的报道了 他这里呢就讲了说是 第二届的PiFast的活动案 将于2020年的10月29日至11月5日进行 而这一机动的活动呢 将展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去使用的Pi的加密货币 那定将本地的商家 与PiNetwork联系在一起 那商家注册于10月24日 就可以开始了 那邀请世界各地的商家 参与了此次的活动当中 那参与了Pi的PiFast的活动当中 那商家将学习 如何将Pi融入其运营 改善用户或者客户体验 来促进本地化的商业模型的发展 其实这里面呢 很明显嘛 商家实体商家 他为什么要加入的 你PiFast的 我实体商家做的好好的 我一不挖矿 二我不知道Pi是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加入你呢 这里面的原因 就是Pi有一个杀手锏啊 就是我们这里面有6000万的人 有6000万的用户 你打开这个之后 你的这个曝光度 一下就让这些人知道 哎 我在地图上 你看看见你在自制派 那我会不会了解一下 你的这个品牌 我会不会了解一下 你在店 是吧 虽然说我们Pi号称了6000万人 用户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一两千万人 总是有的吧 那这样的一个曝光度呢 很多商家是无法去拒绝的 尤其是一些销售商 或者说有的一些品牌商 他需要的是一种曝光 让他这个品牌产生影响力 所以他有可能会加入到Pi Fest的这个活动当中 让这个Pi的APP里面呢 标注出他的一个店铺 或者标出他的公司所在地 那同时呢变相于为他做出了一些宣传 而这里面呢 你的宣传代价其实非常非常低的嘛 因为你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之后 不见得有人真的就要来去买你的东西 是吧 可能新宣传效果已经出去了 但你不一定有人拿派遍的买件东西 那即便是说有人拿派遍买件东西 作为一个品牌方的一个宣传来讲的话 你就算这个派一文不值 人家来了之后 你把这个商品给了他 就像是赠送一个商品给他 其实这也能够达到一个很少 很好的一个宣传效果 所以对于本地化的企业来讲的话 有一定的好处 那对于项目方来讲的话 也可以让这些社区里面的人呢 通过说 你看我这派遍真实的可以在人家去买的东西 让派来产生价值 所以说在这里面是双向的取各取所需 那商家知名度达了出去 而派先锋这边呢 我确实拿派买到了东西 那么他的用团就反而体现了出来 那以后越来越多商家参与了之后 越来越商家可以去使用到他之后 那包括说饭馆啊 买衣服的 卖首饰的 卖水的 零售店啊 还有大型的百货超市啊 他都支持到派的 这种派币去支付的时候 那其实对于广大派而讲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派币去购买的东西 那这样就会促使派呢 真正产生了他终极的目标啊 就是我可以去进行 任意的去使用 我拿派币买东西的时候 不再是说手说脚的 这个东西有限量 那个东西有限量 那当大家拿派币出来在买东西的时候 你在线上买也好 那么还是在线下买也好 不再说是为你知道派 是否是限量的时候 你只要拿得出派 你就能够买到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他的一个蜕变 所以呢派的翻车的货图呢 虽然说他只搞了一件啊 第一件是去年现在搞出了第二件 我认为翻车的呢 还是有用的 那包括说去年开始做的时候 我认为还是有用 虽然说他用途不大 但他一年一年的在做 一年一年的都会让人们在 这个往年的范围流里 再去扩大他的影响力的话 那么他就会促使人们接受派的 那个力度会更大 那当然啊 这里一个前提条件下 就是派带领的这个方向是没错的 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大家对于派的这个信心度 还是比较高嘛 大家都看见去年你在搞 今年你也搞啊 搞起来之后你还越搞越好 也在支持开放式足 这个派币在变现的可能性 也没有什么太大阻碍的时候 那你当然会越搞越好 但是如果说派反过来 我今年不开园 我明年不开园 我后年也不开园 我年年不开园 明明就这样拖 那这个FICET他是搞不起来的 所以本质来讲 FICET搞得好与不好 还是来源于项目方的态度 是否是确定性的 如果他确定性的能够将派币 能够带注到真正的加密货币市场当中 能够将派币成为一个市场化的货币的时候 能够开源给到任何人去使用的时候 那么他的金融 或者说他的货币自由度已经提升起来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FICET搞下来就是有意义的 那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他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认为他有意义呢 就是说他今年会在这个年底的时候会开源 而这是项目方给我们出了一个释放出来的利好信息 那所以我们认为他在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之后 他所做的一些活动是正向的 如果说没有释放一些积极的信息 你什么都是狼来了 狼来了一直拖 你搞什么活动都是没辙的是吧 所以这就是关于我们分析问题的本质 问题本质就是来源于派币以后的一个自由度高不高 他是否是开源 能不能够给到每个人去使用 如果说这些都能够办到的时候 他所搞的一切活动呢 都是正向的 都是利于派的一个发展的 那好 接下来这个新闻网里面继续讲说 活动期间呢 PiNitterwork成员可以去访问派付款的当地企业 这次先锋们支持社区 并发现使用派的最好的机会 也是绝佳的机会 购物者呢 可以在社交媒体和FICET的Fremium上面 去分享他们的体验 并宣传他们喜欢的派驱动企业 就帮企业宣传嘛 还有FICET的里面去闹腾闹腾嘛 大家去照样式 让这个活动呢 变得更加有意义 所以FICET的Fremium这个活动呢 就是给一些普通先锋去使用的 当然这里面呢 我们也知道有商家嘛 有些开发者 同时呢 那更多的普通点闪电的先锋呢 也可以参与到其中 那不像拍乐的 或者说像做线上生态这么的复杂 所以说这个线下的FICET的活动呢 是能够让每个人去参与到的 而如果说你愿意你就是可以参与 你不愿意 当然也是没办法是吧 那好 Pi的FICET的推出呢 将会在PiComputer Hickphone期间 为Pi去创建应用程序 那主要是说这个 在他的地图上面去进行标记 而这应用程序呢 可以帮助先锋掌的附近 可以接受Pi的商家 让本地化的购物观变得更加轻松 那Pi的地图呢 是团队一直致力于为商家和先锋 改进的应用程序 那商家可以和购物者之间互动 并回答有关于使用Pi的问题 从而增强人们 对于这种日益增长的加密货币的信心 PiFest促进社区对当地企业的支持 并鼓励人们在日常当中使用到Pi 那第二阶的PiFest 为商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让他们通过将Pi融入其业务 来拥抱未来的Pi加密货币支付 此次活动当中呢 不仅提升了客户的体验 还加强了当地商业和社区的联系 那好 这样就关于第三方的一个报道 对于Pi的一个总监 我认为他的总结还是比较到位了 就说Pi呢 他这次是利好的 第二呢 就是说他们在这里面呢 会将一些实际的东西 你现在没有注入到Pi的这个地图的 你可以通过你的标注 标注到你的Pi的地图上面 以后呢 你可以让这些派友很容易去找到你 那这里看完之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PiX平台下面 大家对于他的一个留言吧 因为在以往的惯例当中 我们都会看一下下方的一个评论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有评论 就自在这里面非常非常方便 让大家可以去很快的通过 Pi的地图应用程序 查找到本地去实用的一些企业 那就可以去那些企业找到他 拿派币去和他换一些商品 或者换一些服务 那这来是非常方便的 那还有派友就讲到说 你得去解决 Fest的严重的审查问题 每次活动都包含了最糟糕的社交应用程序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他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他的体验感不是特别的好 那当然这刚刚才出来两年的时间 可能体验感会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相信以后应该会解决吧 直到大家都知道派的这个尿性啊 他不会说那么快的 他一年两年给你把一个问题解决掉 那是算不错的了 只要不是重大的问题 他会慢慢的拖下去 那直到说还是会解决吧 只是说他的时间可能会慢慢慢慢的去解决 那还有派友就讲到说 说派呢离他的组网是越越近了 让我们去参与到派的地图吧 那还有派友就讲说 哎 这个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人讲到说 赶快的去加入到我们的派 成为一个派的本地化的应用商家 那些下面还有派友就讲到说 我们都在等待派的开放组网 现在只剩两个月了 那还有派友就讲到什么时候去发布 发布时他的价格是多少呢 那还有人家讲说 哎市场崩溃了 没有注意到吗 那还有人讲的是关于KYC的问题 他KYC还没有去进行通过 而且是属于这种暂定的批准状态 那么他无法去进行那KYC参与更多的一个流程 他们需要做什么 需要做什么 就是等啥也做不了 在暂定状态就啥也做不了 那还有派友就讲到说 你注册的企业并继续去使用派的交易 商家可以获得了免费的营销 并获得收集的派比的机会 也就说 你拿你的商品去换进去派比吧 大概就这个意思 下面更多的一个频团都是支持这次的一个活动了 还有人说伟大的 还有人说让我们成为一个厉害的先驱者 还有人看到了派派的回归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还有人来讲说是 这非常非常棒 我们一定要去使用到派币去支付 那还有人又讲到又创下了新的活动记录 还有人说好消息 先锋门加油 还有人说很有趣 还有人说他会参与本次的派赛的活动 那还有人讲到说非常看好 将会继续建设 还有人讲说非常好的派网络 下面我们就不再讲了 都是利好的 大家对他的支持是力度是比较高的 那行这里看完了之后还评论也看完了 我们这个内容也看完了 就可以看到出来 现在大家社区里面的这个热情程度还是蛮高的 为什么蛮高呢 就是今年会开源嘛 会促使到人们对于派币的看好 而且加上他的这个商业化的活动 会让我们呢 觉得这个派篮就是一个会让我们马上 长久的去使用下去的一个加密货币 那如果说派按照他的这个 现在的有的一个轨迹来讲 去做下去的话 他确实就会成为我们以后使用频率蛮高的一个加密货币 因为他在现实生活去使用嘛 不光是交易所里面去使用是吧 肯定会让我们去成为一个使用量比较高的一个加密货币 那在最后的两个月时间 我们就等待着他更多的一个利好消息 然后这样就关键今天要去跟他分享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 仅仅是内容 个人观点和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其他不同观点和意见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